有網民再度發起港鐵不合作運動 是早上大約7點半 在調警領站觀塘線往黃埔方向 有市民用背囊阻住車門關上 有人就將腳放在車門位置 其間有市民鼓掃不滿上班受阻 一度發生口角 你不要發揮年輕人給你們知道 我都是回國 不好意思 我都回不到 好呀 叔叔沒說 其實我最初是很支持的 但真的開始影響到紋身 這一個行動對我來說是絕對不同意的 現在都在車廂裏面差不多一個小時了 我現在想想怎樣去再睡上班 在調警領坐甚麼車唯有在那邊坐 比平時早一點 但也沒有辦法 好大部份都支持的 沒有人支持你們的 你說沒有就沒有的 這裡好多人支持的 現在影響到所有的市民 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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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車被阻超過一個小時仍未開出 部份乘客離開車廂轉搭接駁巴士走 觀塘線觀塘站至調警領站列車一度暫停服務 大批市民在大堂警力集機前向職員查詢 港鐵在調警領站外安排接駁巴士 大批市民在交通交會署等候 調警領站外面打光蛇餅 至於油塘站乘客一度只准出閘 有大批市民在閘外未能上車 在的士站 接駁巴士都大排長龍 受到不合作運動影響 港鐵提供接駁巴士來往觀塘站和調警領站 呼籲市民乘搭其他交通工具 網民發起的不合作運動 9點半後蔓延到港島線 銅鑼灣站來往太古站 列車服務一度要暫停 在11點半後陸續恢復正常 于晉報道 早上大約10點 網民的不合作運動蔓延到港島線 在北角站往堅尼地城方向的月台 大批戴口罩的人嘗試阻擋車門關閉 車門一度成功關閉 警員到場 廢門戴口罩的 rays 寬滿 又要再打開 峭蝦 возможно 繞揚約半小時 列車洗走 港鐵同時宣布 銅鑼灣至太古站服務暫停 戴口罩的人後離開月台 其實這個政府一直都不肯聽我們市民這麼強大的聲音去回應我們這五大訴求的時候 我們這個行動其實都逼不得意 可能很對不起某些市民又回不了工 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的話就沒辦法向政府施壓 還有我們這個行動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8月5日的全港大罷工 我們有其他一部份我們的市民覺得 可能這今日的行動去做那一部預演 不少乘客坐將軍澳線過海去到北角駐不到車 沒有什麼混亂 我在新聞看到都很和平沒有開槍 沒有催淚彈又不用記者和年輕人受苦 很支持 很影響人 大家都要賺錢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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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否要賺錢 要是否要賺錢 你搞得這樣 港鐵受阻 不少人改錯其他交通工具 北角多個電車站都大排長龍 警員維持秩序 人龍站出了電車站 在英皇道往中上環的巴士站外面都人頭湧湧 巴士來到 市民要走出馬路上車 去到早上大約11點 列車服務暫停的範圍 由銅鑼灣至太古站 收窄至銅鑼灣至側魚沖站 去到大約11點半 港島線列車服務逐步恢復正常